奥运会资格赛三场比赛两胜一负 带着不完美进军巴黎奥运会 也让中国女篮以及球迷变得更清醒 大家好 我是王世角 北京时间2月11日 中国女篮105比69大比分战胜波多黎各队 结束了奥运会资格赛最后一场比赛 对于这位老对手 中国女篮一改上场对陈法国队时的急躁 在确定已经进入奥运会的前提下 卸下心理上的包袱 而且对阵波多黎各队 中国女篮向来有势明显 在2022年的世界杯小组赛 曾经大比分战胜过对手 所以比赛开始后 没有任何试探 用进攻来压迫对手 由于波多黎各队的打法非常单一 和小组赛西西兰一样 更多的使用个人技术 而不是团队篮球来创造机会 所以在防守端 并没有给中国女篮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中国女篮虽然仍然暴露出 和前两场相同的问题 全场11次失误 和多次的错失必进球 但凭借整体实力的碾压 最后轻松取胜波多黎各队 从计算出层面来说 本场比赛没有过多的解析点 和我在前两场比赛的解析内容一致 不论是优点和缺点都仍然存在 那今天我们将对本届中国女篮的表现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很多朋友对中国女篮的表现并不满意 即使最后一场比赛 大比分赢了不多黎各队 因为大金初一 惨败给法国队的后劲实在是太大了 但上一期我谈过这个话题 这场比赛出球并不能说明 中国队被世界强队除名了 世界第二的名号是名不属实 那下面我将用中国女篮 和法国女篮的对比来进行说明 我们先通过数据来横相对比 从得分来看 中国队场军83分 法国队场军88分 从攻击力来看 法国队稍微好一些 两分球命中率 中国队50% 法国队55.3% 三分球命中率 中国队34.3% 法国队38.7% 所以从内外线的表现来看 法国队目前的全队状态都非常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做了一个表格 大家看一下 除了他们头号得分手 威廉姆斯和约翰内斯 全员的上场时间和得分非常均衡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欧洲球队风格 而中国队的得分 基本在李孟 韩旭和李月如的身上 其他球员的得分起伏太大 显然我们的重点球员被掐死后 其他球员无法及时有效的提供火力 也是中国女篮要面临的风险 而我是所以在前两期 一直在强调中国女篮的状态问题 就在这里 一旦核心球员状态出现波动 就会造成巨大连锁反应 而更依赖于团队战术配合的欧洲女篮 受到这样的干扰显然会小了很多 而在篮板球方面 中国女篮厂军15个前场篮板 32个后场篮板 高于法俄队14个前场篮板 30个后场篮板 这也是中国女篮目前内线高度优势下的数据体现 如果登将状态 尽快调整过来 比如李月如 更好地抓住这些二次进攻机会 而不是白白浪费掉 中国队的攻击能力会更可怕 再来看看体现中国女篮 目前低迷状态的一个数据体现 15数 中国队场均夸张的是4.7次事务 无论是面对强队和弱队 这个数字始终伴随着中国女篮的近三场比赛 所以这就是中国女篮自己的身体和状态出了问题 而法国队场均12次的事务 谁准备的更充分 通过这个数据对比一目了然 另外在抢断数量上 也能反映出一支球队在防守断的默契程度和身体反映能力 中国女篮场均7.3次的抢断数据 对比法国队的16.3次抢断 不到一半的数量也说明了很多问题 所以无论是近三场场上所体现出的竞技状态 还是数据上来看 我认为中国女篮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在身体恢复上 这些都影响中国队攻防两端的效率 所以很多人认为法国队现在实力远超中国队 甚至觉得法国队的队员和教练更优秀 他们的联赛比我们更好 他们的年轻球员更多 而反过来我们球员和教练太老套了 我们的球员岁数太大了 云云都是一种想当然 先说双方的年龄仅构 从下面的表格中你能很清晰的看到 双方球员的年龄结构对比 和中国女篮相比 法国队主要构成仍然是老将 得分的重心仍然在这些28岁以上的老将身上 而在众生代 他们并没有太多出色的球员涌现出来 除了年轻的马龙家这几比赛表现出色 也没有更好的年轻选手 而且这些球员也绝大多数都效率于法国本土的俱乐部 而不是美国的WNBA 而中国队无论是韩旭还是李月如 都是众生代优秀的代表 而李梦也才仅仅28岁 还有很长的节奉期 所以从年龄结构上看 所谓的法国就更年轻只是一种错觉 甚至年龄比中国队还要大 所以他们更有经验 调整更迅速也是理所当然的 同样的年龄问题 也在很多强队身上都有体现 比如美国女篮 6个29岁以上老队员的美国女篮 也很容易给人清皇不截的假象 但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真实实力 只是这样的老队员多 年轻球员也多的球队 更需要时间去调整去磨合 相互适应导致的问题罢了 所以美国女篮险胜比利时的比赛 就是调整状态中的美国队 面对平均年龄更大 但更稳定的比利时出现的特殊场面 而不是暴冷 当然中国女篮除了状态上还需要调整外 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就是防守问题 虽然身体状态也是防守的一个因素 但是单防能力差特别是中央局 李锐如转身慢的问题 防挡差的问题 也是中国女篮姑娘们 要去想办法攻克的难题 我们太喜欢用丁人和二三联防了 可是对于欧洲篮球 这类更有战术素养的球队眼里 二三联防看起来太容易被针对了 因为这种防守策略 很多时候都是在低级别联赛中频繁实用 而越来越趋近于男子化的欧洲篮球 和美国女篮通过球的传导 移动有大量的办法来破解二三联防 在三位线底角位置痛击中国女篮 我们是否该调整防守阵型 也不在特定时间用年轻的球员 使用131联防 用体力换取空间的方式来阻止对手 或者用突然的三二联防 甚至是用212联防来保护李月如 这都是留给正维教练的课题 从2023年9月份开始 到10月份的亚运会比赛获得冠军 到如今的2月份奥运会资格赛 全队休息不到三个月 期间还要有各种俱乐部的比赛 球员的身体肯定处于疲劳期 所以状态的低迷是可以理解的 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调整 一旦中国女篮身体状态得到恢复 防守的策略上有更多的办法 凭借中国女篮的精神力量 仍然是非常强大的球队 但我们也要警惕欧洲球队的崛起 从比利时和美国队的比赛中 我们已经嗅到一丝危险的气味 也就是说 现在的世界排名并不能说明一切 球队和球队之间的差距在急速减少 对任何球队都要抱有尊重 同时提前做好对对手的战术分析和应对措施 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才能从容面对场上出现的不利局面 不能再让和法国队慌乱急躁的场面再次出现了 最后希望中国女篮的姑娘们 巴黎奥运会取得更好的场景 视频前的你认为中国女篮会在巴黎奥运会进入市场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是王世角 我们下期见